丁柔当初可以说是灰溜溜的被送去庄子上 往日围着丁柔奉承巴结的丫头妈妈无一人相送 反倒说了几句奚落的话 丁柔憋了一肚子的气 曾说有机会的话会报复奴仆的忘恩负义 以丁柔以往的性情来说 他会趁此机会将得罪过他的丫头妈妈全都要回来 落到丁柔手中狠狠地折腾一番 随着大太太询问的话落地 屋子寂静无声 丁敏看了丁柔一眼 如果丁柔报复了便落了下场 同奴仆一般计较不报复的话 丁柔无法在府里站住脚竿 没银子没小姐的威风谁听他的 丁柔淡笑道 母亲怕是不知道 我大病过一场 生死间想通了许多 人活一世不容易 该放下的就得放下 我离府里半年有余 得母亲慈悲命我归府 在庄子上太安静了些 对府里的人或事大都忘了 宽厚于人 许是能让他们记着我一分的好来 况且我为六小姐 同婆从妈妈的较劲儿 着实有愧母亲的教诲 大太太嘴角一勾 嗯 能如是想 没白去庄子上静养 今日见六丫头 少了些许的力气 平和醇厚了些 很好 很好 让母亲惦记着了 丁柔不远不近的静着 似大太太这样的女子 丁柔不得不心存谨慎 从没想过讨好于她 嗯 亚局是柳姨娘使出来的 在我身边待了些日子 我瞧着品性稳重 就给了你 做大丫头吧 亚局微正后 笑盈盈的 屈膝向丁柔见礼 六小姐 丁柔眼眸微眯 看亚局的样子 稍嫌有些意外 事先 大太太并未同她打过招呼 是临时起义吗 还是因丁柔拒绝了 报复丫头婆子的奖励 亚局虽说伺候过柳氏 但在大太太跟前待了半年多 以大太太调教人的手段 还梳理不明白吗 亚局能在众多丫头中 升为二等 在大太太面前应声 也不是个简单的 嗯 丁柔倾笑 羡慕尽歌爱 既然大太太让亚局伺候自己 丁柔推辞的话反倒不美 不管大太太是不是用亚局打谈消息 丁柔从没想过针对大太太 迪触五小姐丁叔 他们之间并不对立 有亚局明显是伺候过大太太的人在 丁柔在府里行事也容易些 同时 大太太也可放心 丁柔抬眸看了一眼品财的大太太 她是为了自己 大太太眼底闪过一抹微笑 折着蓝心 道 她叫什么来着 回母亲 原本叫翠花 在庄子上 多亏她伺候我同一娘 翠花太俗气了些 我改为蓝心 哪两个字啊 山峰为蓝 轻易难得 听着比翠花圣耳 这名不错 大太太向后靠了靠 眼里的笑意更浓上一分 既然你看中她的心意 桃桶雅局一般 谢太太 奴婢 谢太太恩典 蓝心捶着脑袋上前 略带些声色腼腆 嗯 好生伺候六丫头 也不枉我疼你们一场 蓝心雅局同时窒息 再次拜谢大太太后 站在丁柔身边 大太太前一一顺 淡淡开口 其余的人选 就挑些老实的 丁柔 看着有些许个凝弱 别再让她 为仆从调皮费心思 是 王妈妈抬了她眼皮 看出大太太的心思 笑道 林姐放心 六小姐跟前的人呢 老奴亲自去跳 宝准都是忠厚守规矩的 不让六小姐伤神 王妈妈出门挑选丫头 丁敏笑盈盈的问道 母亲 我昨日啊 听父亲说起一本书来 恍惚气的 在书房瞧见过 您看 我一会儿 是不是同五妹妹 一起去找 如果说 丁柔对回到丁府 有什么期盼的话 最重要的 便是丁家的藏书 书香门第的丁家 藏书呢 在丁城都数得上 丁老爷子 是极为爱书之人 比这丁柔 去过的皇家书局 藏书要多很多 丁柔对大秦朝 一知半解 既然回到丁府 做不成普通老百姓 对朝局大事 也不可糊涂着 本就对太祖帝后的 奋斗时感兴趣 丁柔不弄明白朱元璋 陈有亮 是怎么被太祖皇帝 打败的 不甘心 大秦开国功臣礼 丁柔明明记得 有徐达 常玉春等人的 莫不是 他们都死于那场 隐王之乱 大太太问道 你记得 在书房里见过 女儿不敢欺瞒母亲 女儿听父亲说起时 就耳熟 不过一时想不出 同五妹妹去书房 应该能找出来 丁敏让丁书同去 意味着找书籍讨好父亲的事 有丁书一份 她自知是庶女 不会贸然越过丁书去 可惜六妹妹不喜读书 要不也一同去 查找起来 能快些 丁敏略带遗憾 丁柔 敏嘴笑道 同三姐姐一处 我也能找些见识 许是能改了吗 三姐姐不知 在庄子上 我就靠着几本游记 打发日子 丁柔 是一定要逐渐转变 府里人的印象 可以不擅长 真知女红 但不爱读书 会要了丁柔的命 六妹妹说的游记 可同史书不同 不能混为一谈的 丁敏轻笑 我还记得 六妹妹在福里时 也是偏爱游记 先生问起李月来 六妹妹 丁敏不用将话 说得多明白 旁人自会想到 以前丁柔出丑的事 丁柔面不改色的淡笑 读游记 也可明理 三姐姐还记得 识别三日 当刮目相看 这句话的由来吗 丁敏笑意一宁 大太太道 老爷随口一说 赵叔的事 也不急在今日 六丫头一路劳顿 既然敏儿打算 同她住一处作伴 你们姐妹俩 先回去梳洗安置 晚膳不必过来了 后日十五 我在领你们姐妹 去看太夫人 太夫人不耐烦人多 便定下规矩 每月初一十五 一起用膳 万不必因丁柔回复 就破了规矩 丁柔 笑盈盈起身 是 母亲 丁敏脸上 同样挂着完美的笑容 向大太太栖息后 亲热 挽住丁柔的手臂 六妹妹缺什么 就同我说 衣服首饰什么的 别客气了 多谢三姐姐 有母亲照看着 还能短到 我衣服首饰吗 丁柔 给丁敏来了一下子 想要大方 也得看地方 当着大老板的面 你显摆什么 丁柔看出嫡母 是极为要脸面的人 窥带树女的名声 她死也不会要 大太太这般的嫡母 才更为凶险 更为深不可测 是典型的 算计了你 还四处得好的人 在吃穿用度上 苛责树女 大太太不屑为之 前两日 府里才做了秋冬衣物 六妹妹没赶上 我同六妹妹身材差不多 有几身新衣 先给六妹妹 一直略显沉闷的丁叔 开口的 丁柔想要推辞 大太太却道 义府上的姐妹 何分彼此啊 树尔能有怜惜之意 六丫头便不用推了 来人 把我背下的水晶头面 给六丫头 是 掌管大太太首饰的飞翠 捧着首饰盒地上 丁柔屈膝道谢 老母亲惦记着 也没打开看 递给雅局 大太太笑着点头 嗯 散了吧 三姐妹出门 大太太看向柳氏 丁柔出息了 懂事了 你也可以放心些 柳氏 眼泪盈盈 一脸感动的模样 大太太 叹息般地摇头 哎 你呀 真难为你 生出个 玲珑剔透的丫头来 六小姐 随了主子 不像奴婢般没用 柳氏捶头 细想方才的经过 就没看出 丁柔因何得了太太好评 你过来 同我仔细说说 在庄子上 六丫头都做了什么 大太太让了让位置 示意柳氏坐她身边来 郑重地说道 你可不许瞒我 六丫头争气懂事的话 我也好给她安排 啊 不敢的 奴婢 哪敢欺瞒主子啊 柳氏 脸颊驾驼红 除了丁柔说起的 鬼差的事 以及丁柔打算死盾的事 一切都没瞒着大太太 其实 除了这两件 要紧的事外 也没什么值得注意的大事 前家 你说的是 楚陵王夫人的娘家 京东的前家 嗯 听六小姐说过 在街上 遇见过三小姐 大太太 大太笑了笑 哼 莫怪 莫怪那日 她找了个 由头出府 她从何处 听得消息啊 比我耳朵都灵啊 柳氏眨眨眼 为丁柔辩解道 是不是 是不是敢巧了 大太太拍了拍柳氏的手 是敢巧了 偏见你这糊涂重信 柳氏 愣愣的说不出话来 大太太 眉头微微吐起 按你说的 丁柔 结识了楚陵王夫人 嗯 听说 在前家 见过一面 前小姐 很看重六小姐 常派马车 去接六小姐 柳氏不清楚 丁柔去前家 具体做什么 隐约明白些 试谈生意 可除了看见些银票之外 没见丁柔出力气 丁柔是因帮了前家 才给的银票 柳氏说起这事来 理直气壮得很 大太太信任他 也就没往失礼询问 反倒琢磨起 楚陵王府的情帖 一是因老爷即将高升 二是因丁柔 大太太摇摇头 不会 前夫人再喜欢丁柔 也不会让儿子娶她 丁柔没那么大脸面 将庶女 嫁进王府去 努逼在庄子上 听说大小姐有了身在 高兴得什么似的 绣了一副白紫图 愿大小姐 一举折难 延续兰陵侯府香火 柳氏从包裹里 取出早就绣好的白紫图 大太太笑道 难为你有这份心 前些日子 我去兰陵侯府 一二还问起你 柳氏擦在眼角 难为大小姐 还记得奴婢 奴婢再绣一对荷包去 记得大小姐最喜欢 葫芦型的荷包 大太太笑着拦下柳氏 你且歇一歇 一二才想怀 连临盆有些日子 过两日再笑也不迟 身边的人啊 若都像你这般懂事 就好了 大太太感叹一句 琥珀 琥珀 肚子里那块肉不能流 万一一二伤了女儿 她为儿子呢 大太太念头一转 过两日 我带他们姐妹 去趟兰陵侯府 一二也想丁柔了 一番千让后 丁柔住进楚秀楼 两明两岸的东侧 丁敏只能搬到 一明三岸的西侧居住 丁敏原本是打算迁徙一番 说了几句敞亮话后 丁柔笑盈盈的 向丁敏道谢 谢三姐姐 领着雅局 蓝心搬了进去 屋子里的陈设 一眼看去 便知是书香 世家小姐的闺房 床榻 柜子 桌椅 大多是酸枣林木所做 反着古朴的气息 八宝阁上摆设的 不是值钱的古董 丁柔逛了一遍后 将一间小些的民间 定为书房 大一些的 做待客之地 东边一处 围睡房 另一处 给蓝心和雅局 恰在此时 王妈妈 领着几名丫头 两名屎和妈妈 见丁柔 对于丁柔 占据了明显 比较好的屋子 王妈妈 眼里闪过一丝的压意 屈屈笑道 六小姐 您看满意不 几名丫头 一字排开 两名妈妈 站在后面一点 丁柔扫了一眼后 淡笑着说 劳烦王妈妈了 看着没什么问题 使欢起来再看 即便不满意 也做不到退回去不用 丁柔问了他们的姓名后 亲自递给王妈妈一个荷包 王妈妈 费心了些 王妈妈 念了那荷包 笑得眼睛眯起来 六小姐有事 尽管吩咐奴婢 丁柔笑着点头 送走了王妈妈 并让丫头 按照丁柔的意思 重新布置起屋子 既然住在府里 丁柔便不会委委屈屈的 在自己地盘 还得前怕后怕的话 丁柔自己都看不上自己了 五小姐丁叔 命人送来了衣物 还送送给丁柔一些首饰 大太太听了王妈妈回禀后 命人开了库房 给丁柔送去一些陈舍 香炉 瓷器 花瓶等等 一番忙碌下 屋子淡雅清新 丁柔满意的点头 舒服的环境 也可使人心愉悦 大太太看了一眼 丁柔赏给王妈妈的荷包 既然是六丫头赏你喝酒的 比姐收小 就要辜负了她的善意 多谢大太太 王妈妈屈膝领了荷包 方才打开时 王妈妈也吓了一跳 没料到 丁柔一出手 就给她五两银子 府里小姐的阅历银子 无论敌出 树出 那都是十两银子 讨得敌母欢喜 还能多得一些 丁叔是大太太亲生 手头上也不是很富裕 六小姐在庄子上 没少攒银子呀 大太太被王妈妈逗笑了 我看的是丁柔的眼界啊 她能想到 剪纸卖银子 且同钱家交好 赏你的那点银子 不算什么 我估摸着 她手里 怎么也有个千两银子 王妈妈吃惊得很 千两银子 都够数女嫁妆了 民前 树出的二小姐出嫁 大太太攒足脸面 人前人后都得了光彩 二小姐的嫁妆 满打满算的话 不过花费六百两银子 王妈妈先离动 对丁柔更看重几分 世人都爱银钱 大太太岂会看不出 只要王妈妈大事上不犯错 大太太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王妈妈退出之后 李妈妈陪坐在大太太身边 主子 柳一娘给的银票 大太太和眼 刚才柳世香身上的银票都给了她 大太太含笑道 她是个时尚人 留下给丁柔额外添置嫁妆 柳世给了我银票 我还能用到别臭去 主子心慈 看在柳姨娘背上 也不会亏打六小姐 李妈妈赞了两句 奴婢的侄女 戏上没少说起六小姐 不瞒主子呀 奴婢侄女 稍显交动些 爱占些便宜 可对六小姐 心服口服 奴婢今日看六小姐 颇有些大小姐的缝衣 大太太嘴角高了高 同一儿有几分相像的 不是姝儿 反倒是六丫头 以前只是眉眼 有一分相似 今日太进府 我似看到了 未出阁前的姨儿 就是说呢 老奴也揉了半天的眼睛 不是眉眼有多相似 老奴说不上 就感觉像 出嫁的大小姐 蓝灵侯夫人 是大太太心头肉 也是李妈妈看着长大的 蓝灵侯夫人 得贵书贤 沉稳端庄 得精诚权贵 交口称赞 给大太太 正足了脸面 大太太 对大小姐疼爱之心 堪比大少爷 莫怪姨儿 从小就喜欢丁柔 姨儿没出阁前 丁柔活泼可人 我对她 同姝儿一般无二 只是后来 不知听了谁的话 越发的不成体统 我疼她之心 变淡了些 直到今日 丁柔让我惊喜啊 由此女儿 对萧尔 对丁家 都是有益处的 许是将来 还能帮上姨儿 太太 奴婢听说了一事 嗯 说 您让六小姐回府 是打算 将六小姐 定给姑太太的儿子 大太太 眸光锋利了些 谁嚼得舌根子 丁柔转过年才十一 我怎会 在她上位急急时 给她定亲 到底是谁 在散布谣言 你去查清楚 最近府里 不能乱 是 奴婢 一定找出 作祟的小人 大太太 又让李妈妈 安排妹妹 进京时的住处 虽然欠着妹妹的情分 但大太太 从没想过 将树女嫁过去 丁家的女儿 是不配商骨之子的 即便是皇商 也不嫁 大太太很清楚 丁家立足于朝堂上的根本 并不是银子多少 而是清流的身份 于皇商结亲 自降身份 为两个儿子将来入朝后的前朝 大太太 只会将树女 嫁给举子 或者同为清流的人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